阿西安是一個關鍵的組織 在南西亞中推廣的共同 對亞洲甚至是全球至關重要的國際組織 東南亞國協十國的財政部長和央行總裁 29日在印尼召開會議 首要議程則是討論該如何減少 對美元 歐元 日元和銀棒等主要貨幣的依賴 並轉而使用各國本地貨幣進行貿易結算 就在東協十國開展這場會議的不久前 中國石油集團與法國的道達爾能源公司 也完成了首币以人民幣結算的 易化天然氣貿易 此外巴西與中國也敲定了 以兩國貨幣進行貿易結算的協議 我們期待同八方一道 以盧拉總統訪華為契機 就推動雙邊經貿關係深入發展 開展建設性討論 進一步深化中巴務實合作 推動雙邊經貿關係 體制增效 巴西政府29日對外宣布當局已與中國達成一項協議 雙方將不再使用美元作為中間貨幣 而是改用雙方本幣進行貿易活動 外界普遍認為這項協議將使中國與拉丁美洲最大經濟體 能夠暢通無阻地進行大規模的貿易 以及金融交易 並將低成本促進雙邊貿易和投資便利化 世界各國的重大貨幣與貿易政策轉變意味著以美元為基礎的全球貨幣秩序 正遭受各方挑戰 而與美方正開展多領域競爭的中國 對去美元化的策略尤其積極 至於這將對全球市場造成什麼影響 備受各界關注 環語新聞是沛宣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